8月23日 星期五 九哥晚报 金股债何去何从 今晚10点爆威尔华士 这位就是鲍威尔先生 今晚他会在10点的时候 在中央银行家联会的Jackson Hole 在华文明里有说 市场关注会不会 可以确定9月有减息 以及提出任何对经济前景忧虑的言论 会为今后环球市场提供重要的方向 根据昨晚费城联储银行总裁 Hacker所说的9月不需要减息的意见 今晚必须有相反的言论 否则股票市场会有很大的波动 刚刚在准备录音的时候 中国大家在这个项目里看到 突然宣布会报复向美国的 750亿货品征收关税 稍后才会有更多的内容 指数看到就立刻下跌了 等一会儿给大家看 另外一些新闻说 周末的时候会有 七大工业国高峰会举行 据报可能会发生自1975年以来 第一次没有联合声明的结果 因为当中大家有太多不同的诉求 也反映了国在很多问题上有严重分歧 包括贸易问题 脱欧的问题 以至一些税务的问题 也可能算是去年特朗普退出气候协议 之后会有更多的争论 另外有分析员认为中国的债务 也非常严峻 最近人行推出了一些特别的借贷优惠利率 让企业借贷的成本降低 甚至鼓励投资 其实这就像我当年在俄罗斯人进入衰退的时候 被西方制裁 也看到央行有相类似的特别借贷 让企业用短期的低息贷款共度时间 不知道是不是在俄罗斯学回来 不过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得到的 另外最近也看到 有一个国贷航空的股票分析 有很大的争议 有一位在工行工作的股票分析员 对国泰提出了一些强烈的沽售建议 并且预计股价可能会下跌40% 去到6元的水平 现在是10个零多 有投资者就认为这个建议可能是有政治性分 其实也很少在投资市场上看到这些风波 一家英国人的公司有中国人的股票分析员 提出强烈抛售 相应也比较敏感一点 简单说回今晚要留意的水平 我想首先让大家看看10年债息 我这里有点看法 在去年11月开始的10年债息的下跌 其实也有很多次调整反弹 我看得到通常会是20-30个基点到顶 然后再下跌 这次你也可以大概这样估计 就是它最低下跌到1.47% 曾经上星期 这是周线图 现在再上去你再下跌6.7% 1.67%就是20 1.7%以上 如果只上1.7%以上 我相信金股应该会有点麻烦 因为债价也有问题 如果再回来 我们用简单看 我们用标期去看 别看其他指数 标期就是我们说的50天 其实我们一直从这一浪跌下来的时候 都已经画了一些反弹 大概在0.618-0.5 大概在2930-2900这儿 其实已经玩了很久 也在2940... 其实刚刚这个星期过去的这五天 我们在2940-2900区间 其实大家都在等着今晚 等着大哥看是怎样说话 我自己会继续预计 这一浪会在50天平均线 其实我可以说应该是由2900-2950 这个区间 我预计完畢后 我会预计这次会跌穿200天平均线 大概在2800的水平 甚至会再跌到2700 跌穿2800才说的 今晚会是一个关键的日子 今天的支持应该是 首先会在20天的2917 本来写的时候还没跌穿 但是刚刚出了新关税 已经跌穿了 现在已经去到2911 最低是去到2906 就变成了弱势开始 希望看10天平均线大概在2900跌穿 才会有大幅的下跌 今天应该会有点麻烦 这个是减息后突然下跌 今天看看它说会有机会减息 到底市场会照顾利好的看向上 还是经济不行就向下 其实大家到时可以有很多种自圆其说 我认为2900今天会是一个重要的水平 跌穿了下面也会有点麻烦 黄金、白银 今天简单不说这么多 只是给大家分析金矿股的走势 这条啡色线 这条20天平均线 其实这个星期都是在这个水平 走来走去大概在28.45 大概在3.5毫左右 今天来到这儿打横走了这么久 大家都在等今天到底上还是下 现在大家也不敢去做 有一个走势我看到 就是由6月开始 金矿股一路上升 每一次突然之间大幅上升之后 也会有一些回调 也很漂亮 大概是回调大概2元左右 但也去到20天平均线上次大幅跌穿了 也大幅抽穿了 这次20天平均线很久了 打了七八天 我去到韩国的时候每天都想买 结果这两天买了一些 都是在等着爆上去 变成趋势上是逢着这些下跌 然后再上去 如果我们可以收在10天平均线以上 今天应该大概在28.60左右 如果收下跌以上就应该会看到新高 以前的走势会是这样的 其实用4小时去看的时候走势更漂亮 每次都是在50这边也浪得很漂亮 现在已经浪了几天了 我们现在在等着 今天大概是穿28.8左右 如果上过了应该会好很多 现在金价因为这宗关税问题 到了1511 我相信今天的金矿股会高开 看看能不能继续上 也要再看看鲍威尔的情况如何 可能会不会看到中国有这样的新关税出来 令到现在的广告 还有两个小时就要再修正 因为美股有压力的时候 我相信黄金、白银和金矿股 都应该是避险的受惠者 今天先说到这里了 星期日的周报再详细讨论一些实际的层次 看回这四小时就能看到整装待化准备再上 这是我暂时的看法 有什么问题大家简短留下我 我都会尽量作答 记得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多谢大家时间 拜拜